洞府密室中 韩丽潘西坐在蒲团之上 身前摆放着刚刚买回来的丹药和云荷草 他先将一只白色的瓷瓶打开 到处一粒乌云丹 浮了下去 丹田处随即升起一股暖流 丝丝凌厉从丹药中运化而开 逐渐转化为法力 储存了下来 他心中一喜 又拿出了一株百年的云荷草 送入嘴中 举嚼了几下 咽入了腹中 过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呢 他的丹田处再次温热起来 一丝丝法力汇入丹田之中 再次储存起来 韩丽嘴角勾起 露出一抹笑意 他终于确定下来 经过实验呢 经过科学的论证 这先天子气 的确是其恢复法力的关键 如此 一日一夜之后 当韩丽将买过来的过半丹药和云荷草 都浮现之后 修为逐渐水涨船高 很快就到了原因后期了 正当他大喜过望 准备一口气啊 把剩下的所有丹药都浮现的时候 神色却是一致 此刻 韩丽体内之前 还没有完全转化的药力 终于一点点的化为了法力 朝着丹田中汇聚而去 然而 他的丹田却如同已经盛满的水缸 再也储存不下半点的法力了 韩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法力 在丹田中稍一逗留 就一点点地消散开来 化为乌有了 唉 这多半哪 还是和我体内的原因亦变有关系 恐怕再服更多的丹药 也是于事无补了 但是这其中的缘由 也只有等肉身和神识 再恢复一些之后 才能弄清楚了 现如今 我无法依靠修炼提升法力 凭借丹药也只能恢复到 原因后期的层次 要如何加快肉身和神识的恢复呢 想到了这儿 韩丽不禁有点头疼 食指搓搓眉心 陷入了沉思当中 片刻之后 韩丽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抬起头来 手腕一翻 将那枚客清长老的令牌 拿了出来 韩丽将神识投入到令牌之中 一幅由金色光线汇聚而成的 冷艳宗地理分布图 显现在他的眼前 他的目光在地图上搜寻片刻之后 终于落在了 吉圣峰 上面标注的三个小字 藏经格上 出云峰山腰处 白云矮矮 一名身穿日月白长袍的青年男子 正沿着山路十击而上 他一只脚抬起 正要跨上一阶台阶 就忽然觉得眼前一花 接着整个人就立刻定在原地 动弹不得 就连神识也模糊起来 接着他身旁人影一晃 一个高大身影啊 木然出现在那里 正是韩丽 韩丽 双目闪动着蓝色的光芒 盯着青年的眼睛 带着一种诡异的声音 缓缓地说道 把宗内藏经格的情况 跟我细说一二 白袍弟子眼神涣散 如同一个木头人般呆滞的回答 藏经格位于吉圣峰上 分为内外两阁 外阁对所有弟子和长老均都开放 而内阁只允许内门弟子和长老进入 听着这名弟子口中所述 韩丽脸上神色未变 目光中深处闪过一丝 若有所思之色 作为一门重中之重 紧要所在 冷艳宗对藏经格的管理 自然十分严密 平日里 宗门弟子和长老们换取典籍 不仅需要支付大量零食 更是需要扣除宗门内的贡献点 宗门贡献点 也就是衡量门内弟子和长老 对本宗的贡献程度 一般是通过完成宗门内下发的任务来获取的 任务越是艰巨呢 所能获得的贡献点就越高 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 根本不可能拥有足够换取高阶功法和秘术的贡献点 因此少不得一些人见走偏锋 另求他进 曾几何时啊 也有不少人心怀不轨的散修 假借加入冷艳宗成为外门长老之机 偷偷地潜入藏经格 偷取典籍 结果无一例外都被发现了 下场自然是凄惨无比 那原因无他 就是藏经格的防范措施太过严密 这些人根本无击可衬 格内常年有恋须长老助手 并时时有人巡逻 日夜寒暑从不间断 除此之外 还有无数强大禁止 寻常修士根本难以接近 韩丽在原地沉吟半赏 指着白袍弟子眉心的手指一收 身子如同鬼魅一般 刹那间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那名白袍弟子抬了半天的脚掌 这时候才一下子踩了下去 他身子一个踉跄 差点跌倒 稳住身形之后 他揉了揉有些发麻的小腿 茫然环顾了一下四周之后 有些莫名其妙摇了摇头 继续朝山上走去 约莫一驻香时间之后 韩丽的身影出现在急盛风上 他站在一棵高大的苍翠古柏树下 摇摇望向远处一座 两层高的八角船间阁楼 只见那间阁楼高约九丈 总共有八角八面 却只在正南方向开了一道大门 阁楼墙深屋顶之上 均镌刻着多种防雷浴火的复杂图文 两队巡逻士环绕在阁楼两侧来回穿梭 看了许久之后 韩丽脸上露出些许若有所思的神色 身影一个模糊 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当天晚上 冷雁宗深处一处山谷当中 此处坐落着一片青石大殿 周围不时走过一队队巡逻弟子 竟然足有七八队之多 领队之人都是化神奇的修为 显然对这里极为重视 一个巡逻小队从山谷入口中无声飞过 领队的一个青袍大汉 似乎有些困倦 无声地打了个哈欺 就在这时候 数十丈外 另一个小队飞了过来 朝着不同方向巡逝而去 青袍大汉剑子 不由地撇了撇嘴 这天赋堂虽然是冷雁宗重地 但是安排如此多的夜巡弟子 实在小心过头了 这里不仅位置隐秘 外面还有护宗大阵笼罩整个山门 哪里有人能潜入到这儿啊 这些话呢 大汉自然不敢说出来 都小心点 反而传音命令身后的弟子 小心警戒 正要朝谷内飞去 就在这时候啊 距离青衣大汉不远处的一座殿堂内 突然爆起了一声霹雳巨响 然后爆发出一片紫光电光 随即立刻恢复平静 轻易大汉一正 似乎没反应过来 大汉身后那些巡夜弟子惊呼出声 什么人 不好 有人潜入天赋堂了 这青衣大汉这也反应过来 大惊失色呀 飞扑而下 瞬间到了那座大殿之外 什么人 竟敢擅闯天赋堂 还不快快出来束手就行 大汉爆合一声 手中扣住一个法宝一挥手 他身后的巡逻弟子立刻分散开来 把这大殿围了起来 嗖嗖嗖 其他巡夜弟子立刻飞射而至 七八个队伍上百号人 把这大殿围得水泄不通 一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 大殿内黑暗一片 没有丝毫的动静 这里所有大殿都有禁止笼罩 神识无法探入其中 几个领队彼此对望一眼 都有些拿不定主意 是否要冲进去 他们身为巡夜弟子 是没有资格踏足这里的 正在这个时候 一道白光飞射而至 落在大殿之外 现出一个白发老者的身影 发生了什么事 范大师您来了 刚才有人喘入天福堂 我们正要进去搜捕 不过按照规矩 我们没有资格进去 什么 一群蠢货 这个时候还守什么规矩 愣在这干什么 还不快进去啊 白发老者怒发冲灌 大吼一声 朝着大殿里冲去 几个队长见此 大半立刻跟上 不过也留了两个在外面 冲到大殿门口 白发老者一正 正门大殿上的禁止 竟稳好无损 老者的心中奇怪呢 不由得来不及多想 取出一个令牌形状的东西 一道白光从上面飞出 落在大门之上 大门上一阵光芒闪烁 吱压一声打开 几个人立刻冲进了大殿 白发老者挥挥手 打出一道法绝 大殿各处立刻绽放出 白光来将殿内照射的透亮 众人愕然 这个大殿里面的陈设很简单 只摆放了十几个白玉架子 一眼就能看透 这里竟然空无一人 只有地面上的几道焦黑的痕迹 几个领队见此 不禁面面相聚起来 那轻衣大汉也在殿中 眼睛瞪得溜圆 满是不可置信 没人 难道已经逃掉了 出事的时候 我就在大殿旁边 眼睛绝对没有离开过一瞬间 那个人是如何离开的 那白发老者冲到一个白玉架子前 脸色苍白 嘴唇颤抖 天影石 观月草 都没了 火照 翻误 车